第29题,博伟做反应速率实验 他在四肢饰管内装入等量大理石 接着分别加入20毫升不同浓度的盐酸如釉表 请问实验时四肢饰管中气泡产生的速率大小关系为何 我们晓得反应速率跟浓度有关 以及接触面积有关 颗粒越细小,接触面积越大,反应就会越快 我们看到丙饰管的浓度最大 又是成粉末状的大理石 所以它的反应会最快 所以它是第一块的 接着是我们的甲跟丁,浓度都一样 但是呢,我们的丁是大理石粉末 颗粒比较细小 而甲是大理石块,颗粒比较粗大 所以丁饰管的反应呢,应该会比甲饰管还快 所以这是丁饰管是第二位的 我们再看一下丙跟丁 它们都是五公克大理石粉末 但是呢,丙饰管的浓度比较大 所以反应会比较快 所以丙大于丁是没有问题的 再看到甲跟乙 它们的都是大理石块 但是甲的浓度比较高 乙的浓度比较低 所以甲的反应比较快 乙的反应比较慢 所以呢,我们的甲是第三块的 而乙呢,是最慢的 所以呢,我们的反应的快慢 应该是丙大于丁大于甲大于乙 所以第29题问我们说 请问实验时四肢饰管中气泡产生的速率大小关系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A 丙大于丁大于甲大于乙 请不吝点赞订阅